今天是我山羊的第五天 其实本来我以为我得了一个普通的感冒 因为我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视纸测了一下 上面显示的是这个阴性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就用了这个治疗感冒的一些方法 吃一些感冒药 一些止咳的药 其他就没有吃一些其他治疗新化方面的药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烧还是没有退下去 有点不太对劲吧 感觉因为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 两天应该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之前得过感冒的那个经历 感觉两天就好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情况是到第三天还是有点 还是37度一没有退烧 然后又吃了一片那个布洛芬 然后就稍微好了一点 大概吃了两三次吧 大概温度降了 但是中间也有几次反复的这个 反复的一个地烧 始终回到36度多 然后又升到37度一 大概有好几次吧 然后今天又看到这个网上的一个视频说 反复的地烧就应该是新冠 所以我就回想起我这几天的一个症状 大致判断了一下 总体上应该就是新冠大差不差了 主要是我上周末 坐了一次高铁回到家 然后收一间堂匪 堂匪吧 然后高铁就没有戴口罩 所以可能就在高铁上被感染了吧 其实我知道新冠也快来了 但是网上都说是10月底 或者说11月初的时候新冠来 没有想到是在8月份就来了嘛 所以这一次我也没有特别注意 没有戴口罩 然后最近也在网 看到网上也陆续看到一些视频 说那个很多人也得这个新冠了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散扬了 所以也劝大家平时还要去公共场所 或者说高铁地铁公共交通 也还要尽量戴口罩 然后你如果说你得了一些感冒的话 如果两天三天还不好 你就按照新冠的方法去治疗吧 我的天哪 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